我们来说说啤酒,最近几个啤酒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完了,我们看看中国的啤酒公司业绩,像华润,盐晶,青岛等。 看业绩总的来说,大部分的上市公司净利润是增长的,赚钱了。 但是啤酒的销量几乎没有增长,大家想公司赚钱了,销量没怎么增长,说明什么? 说明酒贵了,因咱们中国最大的啤酒企业是华润,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是15.08亿,比较去年增长了28.9%,第二大是青岛啤酒净利润是1.06亿,增长了7.2%,盐晶净利润是4.87亿,朱江净利润是7478亿。 朱江去年可是亏损的,他今年的利润猛增了125.29%,还有家世博,主要是重庆啤酒,他的净利润是1.94亿,增长了26.53%,基本上去年亏损的,今年都不错。 龙头老大华润啤酒他的销量下降了1.5%,而整个盐晶作为地区性的老大,他下降了4.87%,所有的啤酒企业加起来,整个上半年我们中国的啤酒只增长1.2%,销量没增长。 利润增长了说明什么?就是涨价了,前一阵,华润,青岛,盐晶都提价了,也说了几个涨价原因。 比如原材料,包装成本上涨,所以销售价格就往上走了,还有就是产业结构调整。 产品多元化,过去盐晶要么鲜皮,要么纯生,要么白皮,现在都不是了,增加了新的产品。 青岛奥古特红韵当头,经典1903纯生这些高端产品,同比增长6.8%,二中高端产品确实带来利润增长。 尽管很多的食品饮料研究员有自己的看法,但觉得啤酒整体来说是要走下坡路的。 第一,海外啤酒的冲击非常大,以及一些假啤酒,基本上海外啤酒都贵。 对,如果大家要花30块钱喝啤酒,更多的人是会去喝洗礼还是烟精吗? 第二个,排除海外。 整体上来说,整个啤酒的高端化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,价格都升高了。 第三个,啤酒国内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,但是今年感觉还能增长一点。 白酒和啤酒是我们中国的中老年男人,还有一小部分年轻人比较忠情的,而真的新一代的年轻人,他们变化是非常大的。 因为整个市场都是这个样子了,酒类不创新,也没有办法生存。 所以爱喝啤酒的同志们也要多支持国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